現在是我們的公關時間 那我們就有請我們林韻吉他社最美的公關長余薇 來自我們上來講幾句話 給他一點掌聲 大家好 我是林韻吉他社第四世界的公關長 那不免俗了要來自我介紹一下 不過那個門口的觀眾 哈囉 我們趕快錄場 我們表演即將開始 等一下下班場第一場很精彩好不好 好 那我們要自我介紹 我們有一個slogan 這個合體其實很難得 其實我們是有某一種關係的 對 不是三角關係那一種 好 來 那我們介紹 大家好 我們是 林韻吉他公關長 好啦 那謝謝 因為我們的活動嘛 因為疫情的關係延期到七月份 那很謝謝外校的公關還願意跑來 就是看我們的活動 很澎湊我真的很感謝 好 那我旁邊這兩位呢 就是我下一屆的公關 是我的直樹 那也麻煩大家多多照顧他們 好不好 那我就把時間交給主持人 好 那謝謝我們余薇 好 那就是公關時間 那我們有請第一間學校 那我們有請第一間學校 來 德明 德明吉他 哈囉 你好 來 給他們一點掌聲好不好 好 哈囉 你是吉他社的職位 叫什麼職位 我是上一屆的公關 我叫朋友 就是我們的 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我們的大城 就是我們這一屆的大城 改在9月12號禮拜六 那我們的時間跟地點的話 還在討論 就是之後會再公布 然後祝自己這一點的活動可以順利 謝謝 然後這是下一屆的公關 好 那做個簡單的事我介紹的 大家好 我是 台靖 那我是下一屆的 德明的公關 那 好 你好 OK 9月12號禮拜六嘛 那地點和時間另外再通知 那也請就是 也要大家都去看德明吉他的表演喔 耶 對 那來運作德明吉他 以後的往後一年的活動都會很順利 好 謝謝你們到來 謝謝 謝謝 謝謝那我就是 那邊好 對 好 然後再來歡迎我們下一個 下一間學校 亞東 亞東吉他 呃 表演一點掌聲 哈囉 請問你是哪一間 你是哪一個職位 然後叫什麼名字 我是上屆的社長 然後我叫阿B 可以叫阿B 然後這是我旁邊 就是下一任的公關 好 大家好我是 亞東吉他八屆的公關 我叫林沛姐 好 那這次活動想要做簡單的宣傳 這樣子 我們在之後 9月底10月初 那段期間 會由我們 下一屆所辦理的起初公演 那 詳細時間因為還未定 那大家 想知道詳細活動之餘 都可以到我們的IG 就去過粉專 在上面搜尋 亞東吉他社 就找到我們 可以詳細觀眾上面的情況 好 謝謝 好 沒問題 9月到10月這個時間嘛 然後就是在注意你們的官網 跟IG這樣子 那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他們的官網跟IG喔 那一定要去他們的表演 要多知亞東嗎 耶 耶 謝謝你們亞東 謝謝 好 下一個是錦雯 錦雯科大吉他 哈囉 耶 歡迎你們 耶 給我一點掌聲好不好 耶 介紹一下你是什麼職位 然後叫我什麼名字 我是 我是這一屆的社長 叫我市長 耶 好耶 我是 是 開學之後新月的公關 我叫陳毅 你們好 那一樣就是做個簡單的 就是活動的介紹 就是之後的活動 活動嗎 我們在10月8號的時候 在錦雯科大 有我們的起初懲罰 10月8號 在你們的學校 然後有個起初懲罰 對 好 沒問題 那大家也去看看他的表演 那時間呢 時間是 那我們活動詳細的資訊 在日期進了之後 我們會在我們的IG 粉絲專頁那邊會做相關的宣傳 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上我們的IG 看我們的介紹 希望大家有空都可以一起來參加 好 沒問題 那大家也要關注他們囉 好 祝你們今天的活動成功 耶 耶 大家要多支持他們囉 謝謝 來 下面一位 好 歡迎你們 那一樣就是來做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那一樣是 學校 然後跟職位 這樣子 OK 那你們是什麼學校 然後是職位跟名字 嘿 大家好 我們是真理大學護衛吉他社 我是上一屆的成 呃 我是什麼啊 喔 我是上一屆的社長叫陳俊琪 然後這位是 呃 我們下一任的社長跟我們下一任的公關 那你們叫什麼名字 自己講一下我忘記 我是下一任的社長叫蕭鎮營 然後這邊是 我是下一任的公關 然後我們就忘記了 好 那一樣就是 簡單的活動有沒有 是做宣傳的 我們在9月29日有 起初懲罰在淡水真理 然後看完了可以去看看孩子 喔 9月29嘛 然後在你們學校 OK 好那就是一樣 日期跟活動辦法 就是一樣在你們的官網或IG可以找得到 那大家再關注他們 那一樣 祝你們以後一年的活動可以非常順利 好 也祝你們今天的活動成功 好 謝謝 耶 好 多支持他們囉 好 謝謝 好 好 那就下面一位 耶 哈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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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歡迎歡迎 那這邊跟我們介紹一下你是哪一間選校的吉他社跟職位還有名字 我是中國科大吉他社第十屆的活動長 我是公關長 好 那一樣就是你們好 那再來就是活動簡單的做個介紹 我們在十二月的時候 中科做個大 裡面有辦聖誕晚會 對我們會表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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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就是十二月的時候 對十二月的時候 然後就是地點 就是帶來你們學校 那時間的話 一樣是你們關注 好那就是一樣 就是追蹤他們的IG 然後關注他們的粉專 那一樣是你們一年 以後一年的活動可以非常順利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又到了我們神秘的抽獎時間 這一次的抽獎人好特別 他是我們臨運 就是臨運罪證的社長 來歡迎我們余琦 耶 耶 天生喔 天生喔 天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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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啦 那這邊跟大家 跟台下觀眾講一下 你有沒有想要對台下觀眾 講一些什麼話 這樣子 講一些話 好就 今天是十七月的最後一次的懲罰 就很感謝大家在暑假 還願意抽空 然後把事情都排開 然後來看我們的表演 對我真的很感動 然後我就 我不要廢話 太多廢話 我們就直接抽獎的話 還是想聽我講笑話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抽獎 你要應觀眾要求 就觀眾說什麼 跳舞是不是 跳一下吧 可以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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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敬佩了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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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抽獎 好各位 有請小天使 天使 天使 小天使 天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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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次的想像是什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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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來是小包 喔 小包咧 對 有沒有想要 有人想要嗎 有想要 有想要 好抽不到你們 好抽不到你們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我們 玉琦把我們抽出 今天的幸運呢 好,那恭喜這位群兒,那之後呢,就是在中場休息中,或結束的時候呢,都可以,然後我們有存跟聯,然後到清道處,然後對話獎品,好! 好,那謝謝我們的玉琪,也恭喜那個中獎人!